那么经过前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和修复之后呢 现在已经是有很多文物来到这里进行了初步的修复 在现场可以看到工作人员还文保人员还正在进行相关的这种研究修复工作 现在画面里面能看到的就是这次在五号坑发掘出来的一件重量级的文物 金面具 那么这个金面具呢可以说它非常的厚重 直观的感受呢让人非常的震撼 尤其和一二号坑的这个金面具相比较的话 显得是非常的厚重 明显它的厚度和它的重量都会不一样 那我们的专家呢也是在进行这种一二号坑和这次发现的金面具的一个对比研究 我们来了解一下究竟在怎么样进行这种修复的研究 马老师那打扰一下您那个咱们看到您正在进行这种研究 现在通过前一阶段的这个修复 现在金面具它是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貌呢 通过前一段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之后 这个金面具的轮廓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我们现在也把它对跟这个前面一二期的进行一个比对 很明显的能看出来它的这个这个艺术这个风格是非常接近这个一期的 包括它这种宽鼻阔嘴然后它菱形的这种眼眶正好跟青铜的这个栗目都能够相匹配 包括它的耳朵是老百姓老说千里眼顺风耳感觉它这个耳朵非常能够听到远方的声音 很遥远的所以就整个的这个风格来说我觉得是很接近它们这一段时间 对风格很接近 那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和前期我们发现的这个金面具相比的话 应该可以用一个词叫经验 就是它的它的它的这个尺度 它的整个这个体量我觉得已经远远超出一期的这几个金面具 而且我们从尺寸上可以跟这个青铜面具相比比对一下的话 我觉得那个尺寸还是体量还是比较大的 它的厚度呢 厚度我们测量了一下 那么原来的这个一期的厚度基本在0.1个毫米的这样一个厚度上 到了它是最薄的地方是0.2 那么它鼻腔最厚的地方大概在0.4左右了 翻了一倍 翻了一倍 对 所以体量大 而且我们直观感受的话看着真的是金灿灿的 像我们刚刚广泉说的是bling bling的 那这么样的一个橙色的话 它为什么会这样子跟我们原来的橙色感觉看着不一样 究竟有什么差别吗 从橙色上来讲 我们也对它进行了对比的这种分析 那么原来这个一期的这些的这个橙色金银配比和它是几乎一致的 都是金在85%左右 银在13%到14%左右 还有一些其他的杂志 所以从成分上它是没有太大差异的 至于你说到这种bling bling的光彩 这种金光灿灿的感觉 那么在金银的加工当中 它应该是最后的一道抛光做的比较好 就是表面的抛光 三千多年前就已经有这种技术了 对的对的 没有问题 就是三千多年前的这个金银工匠们 已经非常熟练的掌握了锤烟和抛光的技术 那你们了解这种成分和包括这种技术对你们进行修复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当然因为我们在给它进行叫型之前一定要对它的材质有一个这个认知 尤其是在金银器上 那么它的这个成分配比金银的配比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柔软度的范畴 那么包括它现在这个当时砸碎的这种状态 那么我们要给它叫型之前一定要知道它这个比例含量 才能够更谨慎的去对它进行叫型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非常的复杂 是 那我们知道在最新其实当你们发掘出土的时候呢 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经过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此前是一个什么样子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怎么样修复到现在的 在坑里的时候 它的这个就是被碾压被挤压和折皱的这个状态非常严重 那么附着了很多的这个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鼻孔里面 它的这个土的这个附着特别亮大 很那个结实 然后我们要把它 对鼻腔内要把它清理出来 然后表面的一些我们了解它的这个腐蚀的话 要把土给取些样 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要对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土要清理干净 把它的褶皱所有的痕迹都露出来 然后对它进行叫型 这个褶皱也很关键是吧 当然因为它可能会这个牵扯到有文文士 不能破坏 那么进行这个绞型的呢 是我们一个一位非常有文物 这个金银文物修复经验的 也有十几年这个就是金银制作经验的这个高级工艺师 对这是在展开 它在展开 对 而且它很注意把这个已有的文士 不要破坏掉能够恢复它原来的形貌 对可以看到这个过程也是小心翼翼 那最后呈现和我们最后呈现的 大家看到的也有很大的区别 是 好的那谢谢马老师 应该说可以刚刚听完介绍呢 我们也了解到真的是古人铸造 然后金人修复 也是体现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然后那在我们现在呢 其实在我们的这样一个修复中心 不仅仅是这样的金面具 我们也会在这里一起来期待最新发掘文物的到来 拜拜